今天可以分給每一個班級的導師 可是他們的資料 也許他們填完的成績 填完什麼 他勢必又回到你這邊來 那回到你這邊來 你可能還是需要做一件事 因為你要整合 也許你要再給校長 給教務主任看的時候 你不可能說你分開這麼檔案 這麼多班級的檔案給他 一個學校假設有幾十班 哇那你全部 他光看到第一個就想說 可不可以幫我把它合併成一個 好不好 我他們辛苦嘛 一個一個慢慢開一個慢慢看 所以你要如何快速的 按下一個按鍵 就全部幫你把它合併起來 按下一個按鍵 自動就幫你把它分離出來 按下一個按鍵 就可以給沒有2010的 就可以給其他的開放資料 比如網路上每個學校也許要開放資料 你就按一個按鍵自動就分了 然後按一個按鍵就自動幫你把它刪掉了 自動就幫你把它備份了 那這樣感覺還蠻好的 以後你的工作就按按鍵就好 按下去 事情就自動完成了 甚至當然你高度自動化 就是一段時間自動幫你玩 自動幫你做備份啦 刪除 那更好 不過我覺得慢慢來 這個已經夠方便了 那接下來 不過要把它合併起來 程式比較融長 這個最好是要先 先了解刪除 刪除比較簡單 然後刪除檔案的 我這邊有多一個file dialog 然後再來就複製 所以複製的話 一樣把它Ctrl C 你把它Ctrl V貼上 其實複製的話 沒有太多東西了 我希望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 把我在刪除之前 要先做複製檔案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這個工作表是叫BECA 假設我要把它備份到這裡 裡面有個舊的把它刪掉 OK 然後裡面沒有對不對 我希望把這裡面的資料 備份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話 程式怎麼寫呢 第一個 這兩行宣告也不用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的Source 也許叫PASS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是放在PASS2 就是什麼 多一個叫什麼 BECA 就是要把它從這個目錄 複製到另外一個目錄 然後複製哪一些檔案呢 複製也是一樣 這個XLSX 當然如果你要改複檔名的話 就直接這樣 那如果說你要什麼 不分複檔名的話 其實你可以改成這樣 START START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檔案 不分什麼檔案 他就全部都幫你複製 那刪除也是一樣 如果你不管說哪一種 複檔名的話 你就是START 點START 去全部刪除了 如果說你像怎麼 你要刪除 START點START 如果你把這個目錄 改成什麼 改成C冒號斜線 Windows的話 或者是C冒號斜線的話 這樣子 再加一個KEY DELETE的話 把底下所有東西刪掉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電腦就沒辦法開機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加一個Windows 那也是有危險性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相關的危險性 再來的話就是透過一個 file copy 把這個目錄裡面的東西 call到另外一個目錄裡面去 這樣的話這個DIR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刪除跟複製差在哪裡 第一個這個 多一個目錄 第二個把KEY改成叫做file copy 這樣就完 就是這個目錄移到這個目錄裡面 複製到這裡面就對了 所以記得喔 複製到的話擺在後面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原來這個backup裡面是空的 那我複製之後 你會發現他就一個一個一個 速度還蠻快的 一下就幫我全部把它複製過來 舊的還在不在呢 舊的還在 OK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刪除 就可以把這個給刪掉了 OK 當然你可以把它寫在底下 copy完之後 再把它做刪除 當然喔 這邊的話一樣 目錄的部分喔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假如要選的話 你也可以怎樣 用選的 不過可能要選兩次了 第一次就是原來的那個 第二次的話就是那來摳過去的目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改一下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那這時間有限喔 時間差不多 那另外移動 說移動喔 有點像怎麼樣 有點像是 怎麼樣 就是我們不是複製之後再刪除 幹嘛那麼麻煩 乾脆就移動過去不就好了 移動有點是複製 刪除 乾脆就整個怎麼樣 把它移到另外一個目錄 從這個目錄移動到另外一個目錄 它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file copy 不過呢 把那個file copy改成很奇妙 應該我們那個名稱 我直覺都會覺得叫move對不對 不過它的指令名稱叫name name很奇怪 那為什麼不用move 移動不是應該用move 用name 可能原因是因為move這個名稱 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不能有重複的名稱 所以它就乾脆用個name 有點怪怪的 移動用name 不過了解大概就知道 所以後面我想複製跟移動蠻接近的 請各位再練習看看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下一次的話 我們再來看那個 如何合併 就是說你有很多個 沒有假設你有13個 剛剛不是分出去 現在一下子全部幫你把它摳在一起 這個也非常好用 因為很多人每天就很頭痛 要把很多個工作表合併在一起 當然工作表我們這邊是一個活業部 當然如果裡面有很多活業部 也可以全部都把它湊在一起 這樣就很方便的 也可以分也可以合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呢 要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的話 等於是上課的最後一次了 那再下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各位上台分享一下 就是一個你們大概找一個 你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 類似我早上剛開始講的那個 反正就是一個簡單的 你也不用找太複雜的 然後把這學期所學的東西 實際上也是在做一些整理 因為如果你有實際上去想要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一定會觸發一些問題 也許可能會需要再找前面的答案 你就在雲端裡面 在影片裡面稍微找一下 然後把它拼湊一下 盡可能的 也不要想得太難 就是量力而為 或者可以類似的東西 OK 那今天的話